六天 走吧 师父 辛苦你 你是一个人 可以干掉两瓶白酒 还可以在医院 演完喂出血 全套戏码的酒量 这点啤酒 不至于帮你喝瓜吧 对啊 我就是装醉 我就是喜欢你关心我 照顾我 不行吗 你对别人都可以这么温柔 干嘛对我这么冷漠 老李啊 靠边停 之远 其实你知道 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吗 难道不是第一次 见面时候的聚会吗 自作多起 我第一次见你啊 特别讨厌你 那个时候留学生圈子里 好像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名字 卢卡斯 好多女孩都喜欢你啊 你还没关系 为什么你来到我们学校 我来到卢卡斯 嗨 芯妮 这是安德鲁 这是卢卡斯 嗨 嗨 玛丽 嗨 我是卢卡斯 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哼了一声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 我不喜欢你 可是后来你的反应 既没有表现得很在意 又没有表现得很不在意 反倒让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去多留意你 起初是因为不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夸赞和关注 而且那段时间 我好像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名字了 我的老师 我的朋友 甚至我的闺蜜 总在谈论你 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你 芯迪 你去哪儿呢 芯迪 你去哪儿呢 芯迪 我还没想到你能处理 你去哪儿呢 芯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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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迪 我还没想到 我们有什么 其实我也会说一点中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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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怎么样 没事 脚没事吧 要是穿成这样帅也行 也得多狼狈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其实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你帮我 可能是出于绅士风度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坚定地认为 是因为我与众不同 独于无二 我到现在都觉得 正是因为我的自信 所以才让我从那么多女孩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你 可我没想到只得到了两年 两年一毕业 你就跟我分手 你这么亲爱的 紫园 是不是因为我爱上了你之后太卑微了 所以你才对我没有兴趣跟我分手的 其实你没变 你还是你 只是我变了 你撒谎 你根本没有变 你现在对严晓晨做的 跟当时对我做的又有什么区别 是因为身世风度 还是说你真的爱上他了 我对严晓晨 不是你想的没有 你知不知道 从跟你分手到现在 我义无反顾地跟着你 一是因为我欣赏你的才华 更重要的是 我还爱你 可是现在 我越来越讨厌你了 为什么 因为从咱们俩分手到现在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真话 你确定今晚不想让我去你家吗 老李 开车 程总 我们不送行李回去吗 放心吧 有人送你回去 有人送你回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咱们跟过去 你干吗呢 我问你 你刚才干吗呢 干吗 乔宇 什么我干吗呀 他骚扰你不知道啊 过来 起开 有病吧 这是酒吧 大哥 谁骚扰谁啊 我还骚扰他呢 走 他不是我男朋友 好吗 好 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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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兴啊 酒 小姐 喝什么 啤酒 好的 不给他 他喝多了 酒啊 我说了不给他 他喝多了 乔总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你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 行 不喝了啊 我送你回家 好不好 快 走 听话 走走 干吗呀 干吗呀 你这样送我回家啊 你确定吗 跟你玩玩 可以啊 但是想要跟我谈恋爱 不想争论 不想争论 心里姐 走 早安 早安 人家 这首歌 之后 如山 gens 这首歌 和他们的配合 我们点一下 借了 我们嫁了 去的 对不起啊 我 你出去啊 干吗 你不下来吗 我这样去公司啊 滚 那个 要不我给你擦吧 你也看不见 是吧 别动啊 你 你往前点别动 不是 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 你别动 不是 不是 还有纸帽 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 什么 据我观察 Cindy姐和陈总 一早上完全没有眼神交流 对乔总的态度也特别冷漠 会不会是 Cindy姐昨天晚上喝醉之后 曝光了地下恋情 所以陈总脑羞陈怒提出了分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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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辉 你分析报告做完了吗 你就在这儿八卦 杨阳辰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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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之后开会 你们都没看手机 快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走 快快快 Cindy姐 Cindy姐 潘达 准备二十杯咖啡 手冲 Cindy姐 一共四万块钱 怎么 你不叔叔 小陈知道这件事吗 你拿钱不就行了 我建议你啊 不要把A对B的事情搞成A对D 我想这里面的钱应该也不是你的吧 关你什么事 我给你个建议 不要拿别人的钱来逞英雄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我问谁借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拿到自己的钱不就行了 还有小小是我女朋友 她的债我来还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就别无视先殷勤了 还了 舒服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感觉 心里喘不上来气 你去哪儿啊 上不上来啊 不是说了吗 去哪儿都陪着你 Mount Paris 对啊 散会 SBox 邀请把招 signs 现在忘了 讲药了 不知道 易奥晨 今天放下你手头所有工作 下午跟我去见客户 开眼睛 好吗 楼下等我 川菜 大哥 我不吃辣的 换一家吧 我终于找到一家不限学历 然后我妈又管不高的工作 你认真的 成条飞牛施煮鱼 好嘞 马上到 服务员加个菜 来喽 不是 那个我问一下 你们老板在哪儿 我就是 二位稍等啊 要玩 快来来过来 这儿加菜 你干什么跟他说啊 那个二位是吃饭还是 是这样 我看门口那个 你们在招外卖员是吗 对 二位 你们是来骗外卖的 那个会骑摩托车吗 当然会 车就停门口呢 我也会 都会 好 赵外卖员月薪三千 送个多月底有提成 三千 对 那个二位 不敢没关系啊 别挡路 来这边考虑点嘛 对 对 那个 陈鼓肉片 三千一个月的话 我得一年多才能还上 你不用想还我钱的事 赶紧走 快点 出锅肉卖卖好了 老田 老田 小脸做外卖是吧 那这怎么办 老板 一个月三圈是吧 对 我干 你干 你疯了 现在能上班吗 哪有马上上班的 我可以 好嘞 就就就你了 我这反映缺人 不是 你 真要干这儿了 你不许会丢人啊 这有什么丢人的 我这要自食其力 再说晓晓也干过这样的工作 我在这儿体验她曾经的生活 那个来 兄弟 怎么称呼 姓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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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晓晓 这衣服穿上 然后按照这里面的地址 赶快给我送过去 半小时那必须送到 迟到了扣你钱 好嘞 我马上去 注意安全啊 快点啊 太求真可贵 自食其力 老板 三千是吗 对 我也干 好 决金融跟做金融可不一样 你在学校成绩好 不代表你到公司业绩好 在别的行业里 甲方是爸爸 但在我这行 你可在先学会做儿子 因为好的投资项目 是不可能坐在那儿等你的 你要想拿到不同的客户 光靠在办公室使用工 根本不行 你要动用一切的手段 才能把先机牢牢地掌握 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与注资 除了表面上需要了解公司的条件 与项目资料 还有更需要深入了解的 就是公司经营者 以及项目合作者的出身 性格 爱好 与过往经历 通过这些来了解 和他们是否有项目合作的可能性 高总曾经走过仕途 半路下海经商 在项目审批等方面 他经验丰富 尽管要求严格 但只要和他合作的项目 都不会出现纰漏 可是他说话喜欢留一半 和他谈项目 就要注意画中有画 含而不漏 最主要的是听明白他的意图 新总上道了 名师出高徒啊 是高总教得好 那新总肯学 这二百八十码是一杆 五厘米也是一杆 两者在积分卡上是没区别的 但是五厘米的推杆失误 要远比二百八十码的 开球打偏惨重得多啊 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 像我们这种业余的 拿着铺维万也打不进十八栋 我相信 浩学的聪明人 跟董行的老师傅合作 十八栋七十二杆 不是没可能 有很多想问的吗 刚才还有 现在都明白了 还不算太笨吗 好 哥们儿 帮我开下门 我跟你说话呢 我送过外卖 你帮我开下门 不是业主不让见啊 您好 问一下七号楼在哪儿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那好吧 谢谢啊 七号楼 你好 那个麻烦给我个好评 别送我迟到 对不起是我的错 我把地址写错了吗 没关系 喂 猴子 老板催你回来呢 这边是新订单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马上 谢谢啊 好 石总毕业于北大 是个文人 最喜欢古典诗文 别人谈项目喜欢喝酒 而他喜欢喝茶 有 新总这一手茶道 或为专业呀 石总谬子啊 只是略懂 请 他的风格也很随性 只要聊得来 一切好谈 聊不来 则一切免谈 所以和他谈项目之前 要先懂茶 懂诗 懂格调 春风休息 一江南 撒磕茶炉 共一干 新总对我们男员的项目 也有兴趣 石总 今天咱们只谈风雅 不论诗诗 好 喝茶 这满嘴知乎遮掩呢 可把我给累死了 生怕说错一个字就露馅 一想到下次见他还得这样 真是头疼 绑长先生钓大鱼嘛 行 跟我再去一个地方 来了 快快快 好的好的 好 前方摩托车驾驶员 马上考面停 停车 好 刚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 对 对不起 没听见 知不知道你刚才驶入 飞机动车道 还加速超车 多危险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就知道对不起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 行驶证 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在进行区内上道行驶 扣三分罚款一百 另外 这条路上 一会儿你也不能行驶了啊 什么 静长大哥 我还得送外卖呢 你送外卖也得遵守交通法规啊 这路上车流量这么大 多大危害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了 静长大哥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我回去一定好好背熟交通法规 下次再也不犯了 喂 小沈 你到哪儿了 那客人都打仨电话了 电梯里了 马上 麻烦你大哥你能快点吗 人都催了 好嘞 十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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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剑met儿 您的外卖 我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你才送到 菜都凉了 而且我赶不出门呢 这外卖我不要了 先生 我刚刚送来的路上 出点小意外 耽误了 打扰我不是故意的 您看 您总得吃饭吧 既然我也送到了 您就别为难忘了 你来完了 你还说我为难你 你知道了你还有理了你 你指什么呀 你会好好说话不 你这孙外麦 你骗谁横呢你 孙外麦怎么了 你信不信我给你差评 行 你就这俩能耐 随便投诉 爱吃不吃啊 你给我等着 孙外姐 我发现杨总 她虽然是个女强人 在商场上也雷厉风行的 但是她至今未婚 说明她内心娟秀 还在等她的白马王子 所以与其让女孩子跟她去谈 还不如找个帅哥去谈 对不对 分析得没错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您好女士 请这边坐 谢谢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我先不用 我等我朋友来再说 那好 有需要您随时叫我 谢谢 好的 辛迪姐 这儿 辛迪 杨总 好久不见 是啊 你这哪儿买的 这个啊 坐 这个我是在摩娜哥买的 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 来 给我看看 这个包 我也是托我个朋友 等了三年才等到的 很好看 说实话 我就差这一个 就能完成我所有的收藏了 是吗 那我可以把我朋友推给你啊 然后你问问她也许还有呢 好啊 你可以拍一张照然后发给她 确实挺好看的 我告诉你 我请你来是来送外卖的 不是让你来这儿当大爷的 你把人客人给得罪了 您知道吗 人家在那外卖那软件上 已经给他点差评了 你知道吗 差评怎么了 我就是为那差评被那样的人 踩在地上啊 你 你还不服是吧 我告诉你 你要真是大爷 你就不可能到我这儿来送外卖 就你们这儿我见得多了 要能力没能力 要学历没学历 干什么什么都不行 一天到晚就想当大爷 去哪儿哪儿还都没人要 典型的没出息 我在外面跑了一天了 你在店里想轻浮 你还支支点点 你才是大爷呢 我不干了 冷静冷静冷静 你还爱干不干不干走人 别回来 你还有理啊 你瞧瞧气 瞧瞧气冷静一下 你又是谁啊你 冷静一下 你干吗 你谁啊 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同事 我叫小田 我在这儿啊 干两年了 所以能怎么着啊 干咱们这行 迟到挨骂那是家常便饭啊 你现在不干了 你这一天不白费了吗 不是 怎么回事 他呀 我劝你啊 别逞一时一起 谁 刚出来做谁都不习惯 对老板啊 话说得难听 但有句话在理 你说咱们要是有学历 有本事 也去对面高楼里边做办公室了 谁还干这个呀 你说咱们既然什么都靠不了 那只能靠自己体力了 是吧 劝你啊 进去跟老板道一歉 你等会儿 你受气了是吗 我给你报仇去 你回来 大不了咱们不干了呗 受着气干吗呀 谁 你 你怎么比我还急 你怎么 你也走 你先坐 先坐 先坐 坐 算了啊 这事不能怪他 行行行行 拿着 你见笑了啊 其实你说得挺对的 我现在虽然想明白了 学历真挺重要 我现在这样 不能怪任何人 我其实觉得 挺对不起我妈的 大学四年 算是白念啊 拿着 先坐 我先进去 好嘞 马上就到啊 老板 对不起啊 我知道错了 我刚才 老鱼 老鱼 快来 马上下单 客人等着呢 撇空一般见识 对不起 老板 赶紧下单 老板 算了吧 小伙子 年轻气盛 你看他刚才跟我那劲 再说了啊 都来上海打拼也都不容易 再给他一次机会 去吧 看着呢 你跟人学学 我看在大厨 我给你求情的份上 这回我原谅你 但是 下不为例 这种事以后绝对不能再犯 不管因为发生什么 绝对不允许跟客户发生冲突 你记住吗 客户就是上帝 对这句话虽然听着俗了点 但是话操理不操 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你一点一点你就会明白了 这个社会需要的 不是个性和棱角 想要挣钱 你要学会知苦耐劳 那你个性和棱角头收一收啊 今天也带你监视了不少了 我想你回家需要自己消化一下 今天确实是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感谢 感谢老师 走了 明天见 小猴子 你回来啦 爸 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 不是去公司了吗 我不只是去了公司 我还和Sindy出去见了客户 你知道吗 金融这东西可不只是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么简单 你要出去积累人脉 而且还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得什么都得懂一点 我今天去那些地方啊 我原来从来都没去过 行李教了我好多东西啊 你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啊 你不对劲 我 我看你那么高兴 我也替你高兴 你也没有 你也在学校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了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了 你是不是工作不太顺利呀 我没有 找工作这事嘛 要慢慢来 这感觉啊我懂得 程 程志远她 她在公司是不是一气风发 很有老板派她的 她 我没觉得呀 这老板什么样 跟我员工有什么关系 我又从来不去关注这些 笑笑 你相不相信 如果给我一样的时间 我一定 绝对 能做得比程志远好 我相信呀 我当然相信了 你是谁 你是我的小猴子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猴子 所以呀 你肯定会做得比他更好的 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 给你抱抱 你多加一点吧 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今天我请客 我吃这点就够了 我都已经上班了 你还在读书呢 我请吧 你上次跟我说借钱的事情 我帮你问了几个师哥师姐 但你也知道 大家手头不太宽裕 所以你别着急 我再帮你问问啊 不不不不不 这事我已经解决了 你就不用再帮我问了 那就好 昨天同学聚会 大家都在问你呢 不就是想知道 我跟沈侯的那些八卦吗 只要是大家都没想过 你们会在一起这么久 咱们好几顿 逼了业之后 都因为什么 工作异地呀 工资差异太大呀 诸如此类的原因分了手 我个人是觉得 校园恋爱不太靠谱的 不过你和沈侯例外 嗯 我看赵雨桓 她对你挺上心的 你怎么 对她一点回应都没有 说到她呀 我最近 可以牵牵一段时间了 你又干什么了 你到底想干吗 想 不死进去 死你 你知道你缺点什么 缺点你 缺心眼 不是 雷彤 这 这你不要吧 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 陪你玩 导师在等我呢 这本书啊 您爱举您就举着吧 不是 你觉得我这两天天天 来找你是为什么呀 不是因为你闲吗 我才不闲呢 这两天我跟我爸 正聊生意呢 哦 原来你是想跟我炫耀 你们家很有钱 哪有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正在干正事 原来你们这些富家公子 陪着父母出去吃吃饭 聊聊天 就算是干正事 那什么才叫干正事啊 您得自食其力吧 自食其力 什么意思 你真不懂 不是 牛奶 现在不是我不懂 是你不懂 你觉得我这两天天天泡在学校 请你喝水请你吃饭的 是为什么呀 我懂 我喜欢你 你看不出来啊 你 他妈喜欢我啊 你缺心眼吗 你缺心眼吗 笑 笑 笑 你嫌弃我是吗 走 走 走 我算是明白了 我这一天就是在你屁股后面自作多情 不过你放心啊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赵雨环喜欢上你也是倒了霉了 我无聊的人生当中好不容易出现个这么有趣的人 我总不能这么快就放过他吧 好好好 你开心就好 但是我看赵雨环对你挺好的呀 你是觉得他哪儿不好吗 这些公子哥呢 这些公子哥呢 对待感情都是玩玩而已 有几个是认真的呀 追到手了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态度了 我昨天还听到某个人的消息 谁啊 吴倩倩 他怎么样 你离开MG之后他也被开除了 回到自己家公司上班 前些日子他们家公司出现了一点问题 倒闭了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发生了这么多事啊 那流行会呢 他也没有了工作 昨天同学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才到 看上去有点狼狈 我宿舍的同学正好搬出去和男朋友一起住了 所以我就让他搬到我那儿去了 你可不知道 他要是再找不到工作 他就要回老家相亲去了 他妈每天都给他打电话逼婚 他都快崩溃了 比我当初考验的时候 我妈逼迫我还痛苦呢 他如果还想留在上海试试啊 你就让他把他的简历 发到这个邮箱上 不过公司要不要他 我可不敢保证 我替他谢谢你 还是得靠他自己 我好像看到沈红了 在哪儿 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他怎么会做这个呢 做什么呀 没事没事 我下午还有课我先走了啊 好 那你路上慢点啊 拜拜 拜拜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接通